离开蒙特利尔 沿着圣拉倫斯河北岸东行 想着是不是能够有意外惊喜 希望能够发现一处可以停留多日的美景 但是希望终归是希望 由于圣拉倫斯河两岸地势平坦 适合人类的居住和生活 这里可以种植农作物 也可以养殖 这样就在河的两岸平坦的地方 人们就开始聚集居住 形成了城市小镇和村庄 洒落在河的南北两岸 这里是圣拉倫斯河的北岸 这是供人们白天进行野餐休息的地方 离开蒙特利尔 继续沿着圣拉倫斯河往东走 由于魁北克河岸省一样 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省份 只要是平原能够种庄稼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产值比较高的一些作物的话 都归了个人种植或者就开农场 所以说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比较少 尽可能的能够在洒落在河这块 能够找到一些个休息的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还是不错 就在一个洒落在河边上 这个就是洒落在河 对面是一个小镇 人口应该也是比较多 这边就是一个村落 大概也就是几百人的一个村子 魁北克也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他呢 的人口呢 是 老里斯河的南和北 差不多一半一半 你像蒙特利尔 大概是270多吧 很像魁北克呢 魁北克城呢 大概有个60多万 也就是300多万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 差不多有400多万吧 而魁北克人口呢 也就是800多万人 所以说在圣老里斯河的北岸和南岸 差不多居住着相同的人口 魁北克的人口和安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呢 达到了加拿大总人口的60%以上 所以说这两个省的人口呢 密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他的经济呢 也占了加拿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份 由于这个魁北克的经济呢 比较发达呢 所以说找一个野营的地方不太容易 反正尽可能的去找一些吧 首先我就主要是沿着圣老里斯河的沿岸走 这样可能相对于其他地方呢 要好找一些 其他地方毕竟都是 就是农田比较多 能够野营的地方就太少了 这个圣老里斯河呢 比较宽 一般是在两到三公里 这个圣老里斯河呢 到现在还维持着航运 接下来我会航拍圣老里斯河的美景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